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2點半到1點 來陪大家一起看盤 投資朋友 今天的股票市場又是一片產率又跌了 指數的部分 目前盤中下跌了74點 目前盤中下跌74點 指數甚至一度還跌到了哪裡 跌到10,200點左右的區間 如果說你現在保留很高部位的現金 你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終於跌下來了 跌下來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股票可以買 但是你手上如果還是持股滿檔 還加融資的話 心裡面絕對是恐慌的 那種恐慌的氣氛那種感覺是非常難受的 我能夠了解你的想法 所以一直在行情再來到高檔的時候 我都跟你講說你務必要注意風險 該買的時候你要買 該賣的時候你應該要捨得去出賣 所以所有的動作所有的內容 其實都跟技術分析有很大的關係 我沒有用什麼很難的軟體 我也沒有用什麼AI人工智慧都沒有 我只用一條線而已 只要你把這一條線運用得非常非常的熟練 基本上台北股票市場每一次的轉折 你都可以抓得非常的漂亮 當指數已經來到有沒有 樂觀區間的時候 每一次跟你講說 極度樂觀 你要小心對不對 你一個回檔下來 你個3%的幅度就多少了 你個3%的幅度就至少 以現在萬點來講 可能就有300點的空間了 你在抓轉折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掌握到 你要靠的是技術分析 你在抓個股的話 你就要看資金的流向面 有一些個股他有錢在買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 慢慢的形成一個主流的族群 聚集量法 變動量法 個股量法 每一個招式在使用的時候 都有他特定的時間點存在 所以當台北股票市場 你看到現在是這樣下跌的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高檔的時候 先做一趟獲利了結的話 你到現在你是套牢的 你現在是套牢的 甚至很多個股 你如果用追價的方式你去追 我告訴你 風險性是大的 所以操作的節奏在哪邊 金流選股你要放口袋 回撤支撐勇敢買 一選二回三大轉 你掌握節奏 自然能夠很輕鬆的去戰勝大盤 行情再跌不可怕 只要你手上有現金 有資金 在行情拉回的時候 找到未來的機會點 你是可以大賺的 你是可以大賺的 因為台北股票市場目前的融資 我跟你說過 投機已經走了 現在回來的是投資 但是1200億元的融資 過去只有出現過三次對不對 每一次 每一次融資如果來到1200億元 這是2008年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大漲 這是哪裡 這是104年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大漲 甚至創下有史以來最長的萬點 是從7200點漲到1萬點對不對 這一次台北股票市場 又再次看到1200億元的融資 這個融資一旦開始慢慢回升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又準備在做啟動 但是你不能在啟動之前 就被請出場了 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 你很好反敗為勝的機會 但是在操作上面 必須要掌握節奏 轉折 那個轉折點 如果掌握得非常漂亮 你的風險性會是最小的 然後你的獲利才會是最大的 那我們怎麼帶領會員來抓轉折 我跟你講說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用一條線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說哪一個區間 它是極度樂觀 當你來到極度樂觀的時候 你的手中的持股 你必須要做減碼 因為大盤在跌 很多的個股 它一定會撐不住 指數再拉回的時候 市場的信心它會崩潰 所以在上有壓 下有撐的時候 極度樂觀 你必須要做回檔徹底 你必須要做回檔徹底 短線上的壓力非常的重 拉回測試支撐 你再去找買點佈局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把現金部位拉高 我們把手中的現金部位 拉高的時候 下一個主流回來 我們就看資金流下面 當哪一些個股 它有錢再買 就開始養 因為養久了 它就是未來市場上的標股 籌碼一點一滴的吸納進來的時候 你這樣賺的幅度才會是最大 才會是最多的 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不是王雪紅 你也不是郭台銘 我們手上的資金 只有一套的時候 當然就要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所以我們是散戶的正義之聲 當有些人告訴你說 這邊可以去追價的時候 現在他們全部都不見了 主力大戶他在做這一段上來 目的也是從這邊要出貨 誰能夠帶你在市場情緒 最樂觀的時候去出場 在最悲觀的時候 在最悲觀 大家都覺得台北股票市場 沒有未來的時候 誰帶你獲利這1000點 誰帶你賺這1000點的區間 這個都是技術分析告訴我的 如果沒有技術分析 我也沒辦法做得到 我們也很容易跟著市場的情緒 去做起伏 所以當時 當1月4號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陷入一片恐慌的時候 我告訴你BiOS指標 一樣就是BiOS指標而已 當他跌破了-3 -3 現在是正3 他覆3的時候他叫什麼 他叫極度恐慌 極度恐慌 他會造成市場的信心崩潰 他是屬於最後的洗盤走勢 他屬於最後洗盤的走勢 同樣的 當你來到正3的時候 那不就是一個超級樂觀 每一個人都在追股票的時候嗎 所以我叫你 如果你心裡有那種今天不買 明天會更貴的那種感覺 那麻煩你 你要冷靜下來 因為股票你想要賺錢 絕對不是追出來的 絕對不是那種硬是追價 然後你就會得到獲利的 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很容易受到情緒上的干擾 當你遇到一個轉折回檔的時候 你再好的股票 在這個時間點 你下去買股票 你下去追價的話 就算你是台積電好了 他都會回 你是聯發科好了 他也是會回 那你更不用想說 其他中小型的類股了 所以行情的判斷要先抓好 趨勢的方向 他到底要做回檔 還是要做回升 這個每一個每港 每一個細節你都要掌握好 個股之間的輪動 它是有一個tempo性的存在 它有tempo性的存在 我不是看壞台北股票市場 而是在這個拉回的時間點 我們保留現金的話 未來有一些個股 它準備要發動 我才能買得夠多 我才能買得夠足 買的價位夠便宜 風險性又會很低 所以你要買期漲 不要愛在那個最高檔上面 這些內容 我全部都放在Light Act裡面 對不對 當時我在Light Act裡面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所有的分析內容 我都放在裡面 然後我也跟大家講說 哪一些族群 它是有機會的 哪一些個股 你必須要去掌握的 那未來拉回的時候 你要去找買點 所以族群性 怎麼樣去掌握 個股之間 你要怎麼去做輪動的掌握 這是3月4號的時候 當指數來到了極度樂觀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指數回補了缺口 當時極度樂觀 它要回補缺口 資金開始移轉到了生計 內股去做避嫌 內股的輪動 還在加速當中的時候 手握高現金 等待強勢股 拉回測試支撐去做佈局 這個我在Light Act裡面 我都分享給大家 我都分享給大家 而且內容我都直接放在主頁 我就跟你講 現在就是要回 我不管別人怎麼想 或許是很多其他市場上的專家 他們都還會有漲停板的股票 每天都是跟你秀漲停 什麼股票大漲 什麼股票漲停 但是我沒有 因為我遇看到的是一個風險 我不是帶你去賭 我是帶你去做一個操盤手 一個真正的操盤手 必須要了解 整個市場上面他的脈動 當市場開始出現 一個轉折訊號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避開風險 否則就算你是買到對的股票 你可能買錯價位 你在橫盤整理 在一個拉回測試 整個市場上又來到恐慌的時候 你又把它賣掉了 然後你就跟著市場 每一次都在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你不累嗎 要不要改變一下 當你改變成這整個心態的時候 當你知道說什麼時候 是市場極度恐慌 什麼時候是市場極度樂觀的時候 你跟著那個tempo去走 你會發現原來操作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困難 克服人性 人性的那種弱點 看著市場上追價的那種 心裡的那種貪心 那種貪念 你把它秉除掉 你就能做到無我不動心 當你做到無我不動心 你就能成為市場上真正的贏家 市場的贏家永遠是少數 能夠告訴你說 台北股票市場 這個高點已經來的時候 這些人也是少數 我不敢說我是唯一 但是我至少 我有帶你去避過這一段的風險 那類股輪動的格局下 當你指數已經拉回測試支撐了 測試支撐了 那個股之間什麼樣的族群 它有資金在做轉入 下個階段回來我會告訴你 所以不要走開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再講 開運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公式將材質100種 期待章胎毛筆免費嬰兒立法 台北29226422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另一個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另一個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另一個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2點半到1點陪大家一起看盤 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BIOS指標 其實就能夠判斷整體行情 它到底是要漲還是要跌 同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行情要落底的時候 你應該要選擇什麼樣的標的來做布局 這個就要看整體資金面的動向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目前留下這個很大一個跳空缺口 今天這個跳空缺口 它是屬於一個空方的跳空缺口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壓力存在 它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壓力存在 短線上面這個月線可能會守不住 它會守不住 它守不住的情況下 如果我的BIOS指標 再度來到極度恐慌的時候 請你要把握一件事情 你要找股票來做布局 因為殺下來了 股票市場跌下來了 很多的投資朋友都會忘記 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利多 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美中貿易大戰 川普跟習近平 將在3月底的時候去做會面 什麼時間點 目前大家都不知道 只知道說 他們會在3月底的時候去碰面 當他們碰面的時候 將會簽署一份協議 那這份協議就代表 整個中美貿易大戰即將結束了 那台北股票市場 不論是台北股票市場 或者是全球股市 這一段走的它是出生段 出生段這段走的時候 這段再上來的時候 其實市場上沒有什麼利多 甚至很多的消息面都告訴你說 現在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影響 所以很多的企業 他們面臨到了獲利衰退的問題 那在這麼多的利空底下 為什麼它可以漲上來 因為它準備要反映的不是過去 而是未來 那這個未來 在這一段利空當中 現在你看到的是很多經濟數據不好 包括了誰 包括了歐洲央行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企業公布出來 2月營收獲利真的很差 所以股價跌下來了 但是在跌下來的過程 它是沒有帶量的 這個沒有量能的下跌 它是屬於一個修正段 主身段上來 未來走一個修正波 修正波完了之後 就會開始啟動一個主身段的行情 就會開始展開一個主身段的行情 所以我要你不能在這邊被洗掉 當你一旦被洗掉的時候 後面那段主身段 你連賣都不敢買 那你要怎麼不被洗掉呢 你要找到節奏感 內股輪動的節奏 金流選股放口袋回測支撐勇敢買 那你這個節奏就是一選二回三大賺 好的股票選出來 拉回測試支撐你要找買點 然後你可以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當然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賺錢 所以在出身段的時候 我帶大家做了什麼 包括在1760的保齡附警對不對 當時我們做了這一段上來 我們做了這一段上來 6266的泰勇對不對 當時從底部開始 我們做了這一段上來 還有4989的農科也是一樣 我們當時做了這一段上來 所以當這些個股 開始做獲利了結的時候 新的股票他就會出來 因為資金他會一直移動 他就像水流一樣 他不會一直停在某個地方 他會往其他的個股去做移動 這些個股他在移動的過程 就會產生量能的變化 我們風情操盤是 就是把這一些量能的變化 把它統計起來 然後你就知道說 哪一些個股 哪一些族群 他有錢在買 這個就是量占比 所以在2月18號的時候 當資金開始轉入光學 我跟你講說光學類股 他開始有錢在買 2月18號的時候對不對 這在Light 8裡面直接跟你講了 我說3406 玉金光6209 金國光4976的加令 就這三檔 他的資金轉入的量能是最大的 聚集量法告訴我 現在什麼樣的產業有人在買 個股的變動量法 他可以告訴我 哪一些個股準備要做發動 所以3406的玉金光有沒有 在2月18號的時候在這裡 在這邊 我不是要你現在跑去追價 來到300多塊去追價 我在這個 他在起漲前 當我的個股量法出現一個變化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他準備要動了 他準備要動了 同樣一個時間點 你跑去買了誰 6488環球晶 你是追在高檔 然後你買了2327的國具 你是追在高檔 但是你買了光學類股 你會虧錢嗎 你會虧錢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不同的走勢跟差別 因為市場的資金只有一套 當我今天買了 A 買了光學 他的交割款從哪邊來 他必須要從其他的股票去賣 他又不是王雪紅 又不是郭台銘 每天買買買買不停 但他今天買的光學 當然他可能從被動元件 可能從矽晶元的部分去提拨 那當然這些股票就會被賣下來 那光學類股就會漲上來 這個就是一個金流 資金流向他的賣動 所造成的股價的變化 所以資金的流向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樣的 當這些資金的流向再度變化的時候 我是不是給你提過 我說現在錢開始又變了 他又在輪轉 輪動了 當錢在3月4號的時候 他開始在做移轉 這叫聚集量法的部分 股市金流圖告訴我說 現在的錢跑到了網通 跟生技醫療 跟生技醫療 這個是市場上面都還沒有人發現的 我就喜歡找這種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代表他股價夠低夠便宜 這些錢才剛進去而已 他買了第一筆就會買第二筆 就會買第三筆 所以為什麼股價會越來越高 籌碼越來越安定 這些族群你把它抓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指數是跌的 跌了0.62% 能夠守住紅盤的有哪一些 就只有這些族群而已 包括生技股也是一樣 包括生技股也是一樣 因為資金正在轉入布局 他買了一筆 就會再買第二筆 他在買的時候 就會把其他的股票賣掉 金流就會先幫你把這些個股抓出來 波段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生技跟網銅 未來5G題材會不會再度乏味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生技股很投機 很投機 確實如果你不了解 你會覺得很投機 就好像10年前有沒有 如果你在20年前 20年前 當時電子股剛做起步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電子股他又沒有資產 他又沒有土地 你去買這種股票你會賺錢嗎 但是回過頭來看 20年後電子股成為市場上的主流 這個時代也是一樣 現在大家都在瘋狂的 去追逐電子股的過程 但是有一個產業 他正在悄悄的成長茁壯當中 這個成長茁壯要有數據給你看 要有數據去做佐證 所以昨天我跟你講說 中時電子報他有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竹科2018年的營業額 將近三年的新高 他來到三年的新高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他跟我們講說 竹科生技產業發展迅速 營業額雖然只有117億元 他只有在1%而已 但是成長率他是高達6個產業之冠 而且達到了多少 16.29% 達到16.29% 這個是不是一個小額美 然後又具備成長力道的一個族群 在國外生技類股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 非常穩健的標的 因為台灣的生技產業才剛剛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很多的個股之間 大家還都不了解 它的獲利模式大家還不清楚 所以會覺得它很投機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不能夠用基本面的角度來看 你必須要看它的籌碼的變化 個股之間 如果產生了一些籌碼變化的時候 你要怎麼把它抓出來 這個你要靠的就是 個股量法的部分 說起來賺錢 一定有人會先知道 錢就會先進去了 你的買點如果夠便宜 你就不會害怕 比如像這檔股票 我說它是一檔生技類股一樣 以它的技術面來看 WD型態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WD型態完成之後 這兩天它是爆量的 當我爆量長紅 拉出了什麼 帶出了大量去突破壓力 壓力 突破壓力之後 它會做回撤支撐的動作 我回撤我要進場去買 我拉回我才是站買方 我的成本如果跟主力 因為這些進場的 他們都是主力 他們主力進場的價位 跟我是差不多的話 跟我是差不多的話 當然我的勝率就高了 我的勝率就會高了 缺口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昨天先越過了嗎 量縮整理的時候 它好會再有進場的實際 生技股它會一檔 接著一檔開始啟動 大盤在跌的時候 有一些生技股 相對來講 它會成為資金的避風港 因為它看不到營收獲利 但是它的籌碼非常的穩定 它的籌碼就會非常的穩定 這就是資金流向的過程 它會產生一個結果 我們都一直在創新 市場金流的東西 這個內容絕對沒有人跟你談過 因為這是我們發現的 我們發現的 我們是市場上唯一一個 可以告訴你未來資金流向的人 我們是市場上唯一一個 有辦法告訴你未來產業趨勢 然後又有技術分析 又知道市場資金流向的一個團隊 所以我在建立一個 是投資的新典範 這個投資的新典範 未來很難被人家超越 因為我們會不斷的去做進化 跟著市場 它的交易規則的改變去做進化 跟著市場現在的脈動去做改變 跟著進化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投資朋友 最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所有的內容 我都會放在這個 我的LINE AT家族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我的QR Code 或者是搜尋LINE AT 小老鼠BYR2551V 加入我們的風行操盤式的團隊 加入我們風行操盤式的團隊 包括所有的訊息 當行情開始出現轉折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你 什麼樣的族群 類似過去的光學類股 或者是未來的生技族群 當有一些個股 開始出現機會的時候 我也會跟你說 我剛跟你談到的生技 其實未來還有一個網通族群 是非常重要的 5G時代 有很多的建設準備要做啟動了 各股之間一定會輪動的去做表態 一定會輪動的去做表態 所以像 這檔股票 它雖然是一檔低價的 低價的網通股 但是外資它已經先在做大買了 我的量佔比 從500來到200的時候 量縮整理格局 帶量突破 你拉回測試支撐 一樣 你要找買點去做佈局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你要找到整體TEMPO 一選二回三大賺 你掌握節奏 自然能夠輕鬆戰勝大盤 感謝大家今天有收看 預祝大家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Bye Bye 電影中彩精彩 為投資人 打造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 急問急答 台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通財政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通過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並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通過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通過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我們也想趁我腦袋 還清除了之後 早早地把財產安排好 可要找誰幫忙呢 交給安養信託啊 安養信託能夠按照您的指示